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遥远的巴山熟水 滋养着中国最近到的辣椒和花椒 红油小米椒 也是四川最成功的媒介 向世人推荐着这里 在这片弥漫着麻辣鲜香的热土上 还有哪一些是我们不曾见过 不曾品尝的呢 今天我们继续美食的故事 让味蕾在时间中感受万千变化 遥远的巴山熟水 滋养着中国最有劲道的辣椒和花椒 一勺红油 一搓小米辣 一瓶藤椒油 香辣与鲜麻 错综纠缠的角度 能让人从舌尖到灵魂都难以忘怀 如此美妙的味道是最成功的媒介 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 都由衷地热爱起四川 这片麻辣鲜香的热土 从原始的食材到饭桌方寸之间的转变 四川人为了一顿小吃花费的功夫和时间 甚至不亚于正餐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是传统的四川人对自然的依赖与敬畏 从而衍生出一段段 关于小吃的传说与佳话 时光的车轮旋转不休 古老的传奇依然在上演 而属于四川人的美食故事 才刚刚开始 四川古属文化的发源地 辣椒原产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 自传入我国四川省以后 便在当地大行其道 其辛辣刺激的味觉特性 像极了直率火爆 赶传赶拼 锐不可挡的蜀汉英雄 而起源自三国时期 相传于桃圆结义传奇故事 有着深厚渊源的酸辣粉 大概可以名副其实的 担当四川辣味名小吃的角色之一了 如今 酸辣粉早已成为 四川坊间广为流传的传统小吃 由于价廉物美 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 作为情义绵长的象征 酸辣粉的粉 不同于普通的大米粉 而是用当地特产的红薯制成的粉 当地人也称之为红勺粉 制作酸辣粉 先要用凉水与生薯粉 以四比一的比例 调制冷水芡 当锅中的水烧开之时 调好的冷水芡汁 倒入沸水中 搅拌后 静待放凉 这糊状汁汁就是做红薯粉 必不可缺少的芡汁 晾凉的芡汁再次与生薯粉调和 揉成粉团 水分的把控是一门学问 水分太多 粉团不易成型 太干 则缺失了润滑的特性 流动性强 且表面光滑 是粉团的最佳状态 带孔的漏瓢和烧开的废水 将进一步帮助红薯粉成型 调制好的粉团 倒入漏瓢 用手轻拍 作用力有助于粉团从孔中流出 漏瓢与废水的距离 直接决定着红薯粉的粗细 距离高则细 距离低则粗 水的温度最终让流动的粉团 华丽变身为成型的红薯粉 此时 捞出来的红薯粉 在凉水里冷却后 如果不经过晾干水分这个环节 弹性和质感都会大大折扣 而五分钟左右一次的抖动工序 更可以防止粉丝的相互粘连 既然是酸辣粉 顾名思义 酸与辣是主打 地道的二斤条辣椒 炼制出的红油 让辣尽情释放 红油与鸡精 味精 大头菜粒 蒜泥 酱油 醋等调味品 共同为酸辣粉 炮制出多位复合的碗底 烫熟的豆芽 盛于碗底中 煮入圆汤 放入晾干水分的红薯粉 最后撒上芹菜 葱花和黄豆 地道的酸辣粉 软而有韧性 柔而有劲的 配合上各种调料 辣而不燥 酸而不刺 真的是多一味则太腻 少一味便寡淡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 您要是真的想吃出 川味小吃的精髓 那还得说 伤心凉粉 吃什么样的小吃 吃的人一把鼻涕一把泪 外加一头汗 看起来像是遇到了伤心事 但还是忍不住要吃第二口 如果说酸辣粉 还让喜欢吃辣的人 已有味劲 那么伤心凉粉的辣 对人的味蕾绝对是个挑战 小米辣 是一种辣度较高的辣椒 这种色泽鲜红 形态小 但很辣的辣椒 在四川随处可见 切片后 剁碎的小米辣 是伤心凉粉的必备调味品 有了它的存在 才能让伤心凉粉 迸发出辣的强大威力 此时 凉粉登场 这里用的是大米凉粉 凉粉切片 再切成丁条 极致的美食 总是留给最懂得千姿百味的人们 豆豉剁成粒 再加入三到四倍的豆瓣 一同剁细 将剁碎的豆瓣 豆豉下锅 用小火炒至香味散出 大蒜切成片 再剁成泥 切记拍碎 否则 蒜水就会被拍出 失去了一大部分的蒜香 再加以味精 生抽 醋 白糖等调配 均匀搅拌 调好的汁 浇在凉粉上 撒上红油 小米辣 凉粉的米香 和小米辣的刺激 交织出滋味上的大开大合 感觉有点畏惧 又像愉悦欲试 只尝一口 嘴唇一麻 万般辛辣直穿喉咙 就算是越吃越伤心 也要将伤心进行到底 四川的美食行家 不但会做小吃 也更会表演小吃 就拿这响当当的三大炮来说吧 浓郁的滋味是理所应当 那个叫卖的场景 怎一个热闹了得 这是四川地区老辈人记忆中 熟悉的叫卖声 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 从热锅盆里抓出一大坨瓷巴 分为三小坨后 用力摔向案板中央 案板一边放有铜碟 几大案板震动时 会发出金属的碰撞声 只听见 砰砰砰砰砰三声 三坨瓷巴早已飞向对面的 斜放的木板上 滚入下面装满芝麻粉 黄豆粉的木槽中 自然地裹上了一层粉末 将三坨瓷巴捡入碗中 再浇上红糖浓制 送于十克手中 由于三声击打声 红亮如炮声 三大炮得名于此 这种热闹 且颇具声势的表演场面 很快就被四川好吃 而又喜新鲜的大众所接受 尽管先生夺人 不过三大炮的味道 却丝毫不输给他的叫卖派头 特别是在每年我们的花会啊 灯会啊 这个上面 就是请各地的 各地方的 这个风味小吃啊 都云集在这个花啊 这个灯会上面 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 他这个三大炮呢 他这个手下来说 他就要选这个比较好的糯米 上好的糯米 浸泡8到12小时 摊平 摊薄 放入龙体中 蒸15分钟 一种美味正在酝酿 起锅后 在糯米中倒入冷开水 等待糯米吸收水分 用擀面杖把糯米捣碎 直至看不到米粒 只有这样 才能将糯米本身的弹性和粘度 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 空气里 弥漫着扑鼻的香气 那是芝麻 已经炒熟散发出的浓香 黄豆也要经炒熟 没碎后 制成黄豆粉 既有香 也要有甜 快壮的红糖 已经预热 融化为粘稠的红糖浓汁 经过这么一揪 一抛 一揭 一摔 一弹 糯米球没有伞 反而延展出劲道的弹性 浇上些红糖汁 吃上一口 那特有的软糯 甜美和嚼劲 让食客久久难以忘怀 一道小吃 充分调动了人的视觉 听觉 嗅觉和味觉 有声有色的阵势 硬是留住了食客 聚拢了人气 让人不得不佩服四川人的 风趣和聪明 农历正月十五 元宵节 北方人家家户户 都要吃元宵 南方人则是吃汤圆 围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四川 也不例外 这里的人们惦记着的汤圆 还有一个姓 姓赖 叫赖汤圆 这是一家百年老号 也是全川形形色色的汤圆中的 一块金字招牌 相传 老板赖元新 从1894年起 就在成都沿街主卖汤圆 这种汤圆 具有煮食三步和吃食三步之说 即煮食不烂皮 不露馅 不浑汤 吃食不粘块 不粘牙 不腻口 其口感香甜清新 爽滑软糯 因为卖汤圆的老板姓赖 所以人们称呼这种汤圆为赖汤圆 粉子末的细 心子汤油重 是赖汤圆吸引食客的奥妙所在 粉子末的细 上好的糯米是关键 经过浸泡 粉碎 多次过滤等程序 制出的糯米粉 细腻 而具有了很强的可塑性 那样的 它算是剩的 比较长的那种 糯米 比较好 它这种糯米好在哪里呢 一个是植物性强 第二个 它这个煮出来的汤圆 整好以后 它不分汤 心子糖油重 离不开馅料的调配 小火炒制黑芝麻 闻见芝麻香味是起锅 加入少量面粉 用搅拌机把芝麻打碎 加入的面粉可以防止芝麻碎的粘连 猪油 鸡油 和白糖的出现 是心子糖油重的重要环节 食用油下锅 依次加入猪油 鸡油 炒出油 捞出油渣 加入1比1的白糖 随着温度的升高 糖融化了 放入黑芝麻粉 用糖汁混为一体 加入适量的水 以免糖拉丝 影响了心子 一咬破皮 即流出的口感 不过现在 这道美食才完成了一半 细腻的糯米粉 需要与少量炒好的面粉混合 加入开水 快速拌成面团状 热活热包 是煲汤圆的药益 芝麻馅在师傅手中 以最快的速度包入保护均匀的面皮中 煮汤圆 重要的关头决定着粉子墨的细 芯子糖油重的特色 能否最终呈现 大火烧开水 下汤圆 三分钟左右 汤圆浮起时 加冷水 转小火煮 如此让赖汤圆表面光滑 口感细腻 这是汤圆和温度的完美约定 是否成功 异常变质 绿绿的粽子叶 裹着淡绿色的高团 肥瘦相间的肉糜 混合着酱香的芽菜 绿色的油汁充盈在整个高团里 粽叶的香气 随着蒸制食物的热气 渐渐弥漫在屋内 一而八 老少皆宜的一道小吃 一而八 那之所以久复盛名 馅料功不可没 炼制好的猪油与菜籽油 混合烧热 放入五花肉末和姜末 小火炒 加少许胡椒粉 把肉炒干水分 芽菜下锅 翻炒 直至芽菜香味四溢 此时 放入甜面酱 炒匀 用酱油调色 味精 鸡精 香油调味 翻炒后 倒入淀粉和水沟的芡汁 以使汤汁更为浓稠 四川人深谙万物与美食的平衡之道 芽菜与猪肉 视为荤素相间 和面也同样贯穿着这样的理念 芽菜汁猪油的加入 让恰当配比的糯米粉和粘米粉 和出的面团发出温润的浅绿色光泽 无需添加 取自自然的色素才最为健康 荤素搭配 荤素搭配保证了营养的均衡 已经包下 荤与素再一次交融 而粽叶的登场 将做最后的锦上添花 洗净的粽叶切去棱角 修成规整的长方形段 焯水 一则消毒 再则使粽叶变软 用油搅拌过的粽叶 拖着包好的面坯 将会防止与面粘连 烧开的热水提醒着叶尔巴 进入最后一道工序 上笼蒸 八九分钟很快过去 清香滋润 纯甜爽口 粽香味浓 咸鲜味美的叶尔巴 便可新鲜出炉 就是这样一道 普普通通 甚至可以说 土里土气的食物 它扎根于朴实的土地 如此世俗 世景 却又这样敦厚 充满生机 一传统 享美食 既雅又俗 视为人生 一大快食 有人说四川人做饭 像练武 带热的 带刺的 用棍的 啥样都有 这部经久不衰的棒棒鸡 就是在不断的敲打声中 历练出的美味 师父拿着木棍 正在锤打着岸上的鸡肉 声音一扬顿挫 吭腔有力 做一道美食 四川人能使出十八般武器 有煎出来的 有炒出来的 有煮出来的 也有打出来的 棒棒鸡 就是木棒打出来的佳肴 在四川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 风靡已久 棒棒鸡始于乐山市汉阳镇 从一百多年前的鸡打到今天 想要获得最佳的效果 首先必须选用入味的鸡肉 葱姜段和桂皮 草果等多种香料下锅 使为煮制之前的必备程序 待开锅后 加入肉质丰厚的鸡 加适量料酒搅拌均匀 把火烧开后 转文火煮 15分钟是鸡肉成熟的周期 此时不可兴急 需要关火 再浸泡 约十分钟 待各种香料的味道 充分渗透在鸡肉中 才可捞出 此时 再用凉水浸泡 一冷一热的激烈对质 让鸡肉展现出 皮脆肉嫩的特色 煮好的鸡 骨肉包离 取下的鸡肉 便用木棒锤打 木棒的作用力 渐渐化为鸡肉的紧致 如此便可易于用手撕成丝 鸡丝的粗细也大有讲究 太细了会相互粘连 太醋则不易于调味汁的入味 影响口感 纯手工丝处的鸡丝 普于主厨的烟笋丝之上 等待进一步的调味 芝麻酱和少许鸡汤 搅拌均匀 盐 味精 鸡精 白汤等调味 最后加入 藤椒油和红油 对于一道粮食小吃来说 调味汁的配比 直接决定着 它的最终口味 而同属于怪味味型的 棒棒鸡 除了麻 辣 鲜 甜等味道 还有一位独家秘方 藤椒油的介入 成为了棒棒鸡怪味的点睛之笔 当这个藤椒油来就是我们主要采的这种稻塞的红养 藤椒油它跟这个花椒油为什么有区别呢 花椒油它就是一种香麻的味道 但这种藤椒油它是有鲜花椒的味道 就是鲜麻的 所以这个我们豆沙的当局那样 它就非常喜欢用这个藤椒油 这是大自然给予这片土地的恩赐 藤椒是一种具有独特香气和味道的植物 由新鲜藤椒萃取提炼而成的藤椒油 色泽清澈 颜色黄绿 口感微麻 具有浓郁的藤椒清香 调好的味汁淋于祭司之上 撒上熟芝麻和葱丝 吸足了料汁的鸡丝 有红油的辣味 有藤椒油的麻味 有芝麻酱的香味 有腌笋丝的爽脆 让人使之回味 久品不厌 房古瓦罐中 密密麻麻的竹签浸在红汤中 鸡块 藕片 黑木耳等被一一穿在了竹签上 颤颤巍巍的竹签坠着的鸡块 在吸饱了汤汁之后 红亮的汤汁顺着鸡块 缓缓滑下 芝麻的唇香 混合着鸡肉的腊味 在舌尖弥散 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雪白的藕片 滑而后时的黑木耳 鲜香的鸡块 让人忍不住 一串接着一串 波波鸡 听名字就觉得新奇 波波其实就是瓦罐 运用了叠音瓷方式起出来的菜名 格外具有亲切感 这种每串只串一种食材 并且不串满的串串 不但便于实用 价格也相对低廉 因此在百姓之中大为流行 因为相传 因为四川乐山 它的盐景比较多 就从事挖盐的工人比较多 他们的工作又脏又累 吃饭也极不方便 然后这些工人 下班以后就把这些菜 竹签穿起来 放在锅里面煮 煮的时候同时 我们加了很多的调料 这就是我们最初的麻辣炭 后来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 直接把这个麻辣炭 这个串串 给它放凉肉吃 感觉别有鱼饭风味 波波鸡因放凉使用 而别具特色 正如师父所说 早在清朝年间 工人们就开始寻找到 各种丰富的食材组合 鸡针 鸡心 煮熟的鸡肉等荤菜 木耳 海带 花菜 青笋等十令蔬菜 流传至今 有上百年的历史 去掉尾部白油的鸡心 对泡 鸡针去筋 鸡肉去骨 切成小块 现成的鸡汤 加入少量料就烧开 鸡心 鸡针下锅 煮熟出锅 一起串在竹签上 丰富的蔬菜 尾部波鸡 融入了多种饮食元素 切片的莲藕 切条的腌笋 青笋 木耳 海带等 切块的花菜 颜色缤纷 营养丰富 一个个用竹签穿好 清水煮熟 赏心悦目 而别有趣质 调味之里 各色佐料 数多数少 都充满玄机 以鸡油 胡萝卜片 葱段 姜片等 炼制鸡油 适量的芝麻酱 花生酱 加点冷鸡汤 调散 再倒入大量冷鸡汤 因为有了鸡汤 再之后的麻辣之鱼 有了可回味的鲜美 盐 味精 鸡精 白糖 花椒面等 各具千秋 再加入炼好的鸡油 鲜花椒 和藤椒油 藤椒油几乎就是为了 烹调波波鸡而生的 以藤椒油调制的拌料 晶莹翠绿 麻而不腻 清香沁仁 红油是香辣的绝佳代言 最后 登场于调味汁之中 撒上熟芝麻 搅拌均匀 一串串已经炮制成熟的食物 冷凉尽于调好的味之中 食用时 自取自食 引起与身俱来 带着纯真质朴的乡村气息 且兼具有麻辣爽口 食用方便 风味独特等优点 受到当地人的广泛喜爱 川人不怎么讲排场 指认味道 哪怕是小街小巷 只要好吃 就有大量的食客追捧 美食面前人人平等 自得其乐 孰心顺畅 使之为安逸 从酸辣粉到棒棒鸡 勤劳智慧的四川人 就是这样一点一滴 秉承先辈的经验 获得丰厚的回报 无论是对待生活 还是对待食材 四川人总能够从容不迫地 把一切安排得有滋有味 总之当美食出动味蕾的那一刹那 在他们眼里 一切的耕耘 都是值得的 好的朋友们 本期农往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了解 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感谢收看 下回